大家好 我是Foundy的Andy 如何準備Demo Day呢 我覺得Demo Day最簡單的部分應該是製作投影片本身吧 真正困難的是說要怎麼在五分鐘之內 把我們想做的事情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徹夜討論說 應該要講哪些點 哪些是我們產品的特色 哪些是我們產品有競爭力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整個思考我們的business部分是最困難的 大家可能比較focus在說 我們希望能夠幫大家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產品的特色是什麼 解決方法是什麼 以及這一個事情做完之後是有沒有business的 因為一個產品或者是一個idea 不管是好的idea或者產品的好壞 其實並沒有辦法代表它的未來是一個好的business 所以當很多人發現這個產品是 當你自己發現這個idea是好的的時候 你也不用太高興 因為有時候只是因為很多人看到這個idea 他覺得沒有市場所以他沒有去做 那重點是在於說自己怎麼樣去把這樣的一個idea 去把它做出來 然後去把這樣的事情把它做到一個對的business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我們的題目很大 所以想要講的東西非常多 如果把它全部都塞在五分鐘裡面的話 會聽起來會有點膨脹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要去無從經 那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也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 我們整個business model的主軸大兵神 所以其實在準備demo day的影片可以說是一舉兩頭 非常好的訓練 謝謝 嗨 我是Blink的韓倩 那我們這次想要呈現的就是Blink 本身的目標科學是學生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打到一點比較歡樂的 可以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電子錢包這件事情聽起來的科技 其實是非常充落化 那這次的demo其實非常的緊張 因為非常大型的活動 非常非常的在這樣的狀況 在跟大家present我們的產品 所以怎麼準備呢 就是不斷的練習 然後不斷找親輩去確定邏輯順不順啊 有沒有表達出我們的特別的點 然後讓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們服務確切的內容這樣 demo day的過程其實非常的艱辛 但是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堅持在旅合手的期間 每天都上台 那不管是Jamie I see nice 他們 都會一直給你很多很棒的 feedback 那希望之後 報名團隊們也能夠 站上這個舞台 那我們今天希望給 來demo day的歌迷們一種 我們團隊非常有執行力的感覺 甚至為了這樣子 我們從美國邀請的大人會來到這邊 期待以後跟你們相見 拜拜 首先我們對於台灣的設計 大家透過設計的方式 我過去在恆蘭店設計 這個技術我只要在空中 主要是整個跟設計的一些我們才想決定 就是我們要做什麼 沒有告訴設計 對 謝謝大家